大家好,我是Rico 欢迎回到Math学院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进入一套新的课程的学习 这套课程呢 我们将学习一个Android里面的UI空间 它的名字叫做Fragment 那么Fragment在现在的Android里面 开发里面是用的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知识点 大家一定要了解它 会使用它 那么废话 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这个课程的思维导图 第一个Fragment的概述 那首先解释一下这个Fragment 这个Fragment的英文直译就叫碎片 它呢是从这个Android的3.0的版本以后 开始引入的 这个就是直接说一下什么意思 但这个光说的意思 你也不知道什么作用 那么你既然刚刚说了 它是一个UI空间 那么它这个出现的目的和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这一课需要重点了解和理解的一个东西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接触Fragment之前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的这些View元素都是放在这个Activity上面的 也就是说Activity是我们现在这个View元素的一个容器吧 对吧 那么随着这个手机屏幕上的这个View 你这种View的空间越来越多越来复杂 那么你在一个单独的Activity上去布这么一个局去容纳这么东西就将会变得有困难 第二个 那么你没有考虑到不同的屏幕的大小 可能在小的屏幕上这个一个Activity可以装比如说装五个View元素 但其实在一个大的这个屏幕上呢 它其实可以容纳十个元素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是如何去平衡这个一个UI交互的一种体验的呢 好 那么在这种的应用背影下 那么这个Fragment呢 它呢 它其实想把你的一个Activity拆分成多个小的Activity一样的 那么这个拆成这个小的Activity呢 其实就是Fragment 就是说它把它拆成一个碎片 也就是从一个大的容器里面再去拆分小的容器 这个小的容器就是Fragment 然后呢 每一个Fragment里面呢 都有自己的UI布局和这些UI的控制他们的生命周期 那么Fragment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它可以为你不同的屏幕大小设备 创建这种灵活的UI 并且每个Fragment 由于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模块 它可以重用 比如说我写一个这个头 像一个这个Bottom或者是Top上面 一种展示的View 可能它在很多Activity上面都是一样的 那我干脆把它封到一个这个碎片Fragment里面 然后把这个碎片嵌套在不同的Activity里面 那么你的这个代码是可以重用的 所以就是Fragment呢 如果有学习这个网页 网页基础的一些同学 他们就知道这个很像这个网页里面的这个Fragment 就是很像那个框架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这个网页上面有那么多内容 你以为它是写在一张这个HTML这个代码里面吗 不是 它其实也是把这上面很多的部分划分成不同的这个网页 然后用一张网页把这些许多散的部分集中在一起 那么学过GSP的同学知道 在GSP里面可以使用这个include 在一张GSP页面里面去包含另外一张GSP的内容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代码分离开 那么这样更好的去重用你的代码 和更好的去布局你的元素 所以这个Fragment在Android里面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有了这个Fragment呢 它就解决了不同型号尺寸分辨率设备 为他们提供一个统一的UI UI布局优化以及交互的一种东西 那么大家看到我这个地方 画了一个图 这个图呢不是我画的 这个图是这个Fragment官方网站上给出的图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在这个手机上 我去点这么一个 像ListView一样的Item 我们每点一个Item 然后呢就会出现这个Item下面 它所想要表现的里面的内容 那么手机的屏幕很小 所以你点这个的时候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内容 把你的手机屏这个全部就占掉 但是相反这个功能如果是在这个平板上 因为平板的这个尺寸是很大的 它左边有一个ListView的Item 那么每点每个Item在右边这个区域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Item想要展示出来的区域表现出来了 那么对于这个功能 如果你仅仅是去考虑在一个Activity里面去布 那么你的这个代码就是要写两套 那么你这个Activity里面可能有两个View元素 但是这个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写两个 那不好意思你只有写点这个 弹出一个新的Activity来把它去展示 那如果用Fragment来做的话 那就很简单了 那左边这一块 我把这一块这个ListViewItem的这个东西 放到一个Fragment里去封 右边是点它的每一项出现的这个展示东西封在里面 如果在一个平板里面能出现这两个 那我把这个Fragment就放到一个Activity里面去 去这么做 如果像是走手机的话 那么这种操作的就就很多种写法了 比如首先我点这个 我可以把这上面的这个Fragment隐藏掉 然后去出现这个 当然其实也可以打开一个新的Activity 只不说那个Activity里面去加载一个新的 这样你来去构建你的代码的话 那么这种体验度也好 还有你的布局也好 就比较好做了 就不像一个单独的Activity里面去 放所有的布局元素 好 那么下面这个呢 是Fragment的官方网址 大家可以把这个网址考进去看一下 然后我这个地方列了三个 列了三个 第一个呢 是一个整体的介绍 下面这个另外两个呢 是分别对应两个Fragment的HTML 但是他们两个有点不同 一个是在AndroidAPP包里面的Fragment 一个是在V4包里面的Fragment 这个是有区别的 我们在后面会讲 当我们在用Fragment这个碎片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架 两个架包里面 我们可以用 但是他们是有区别的 所以大家可以先来这个种的一个地方 其实这上面有一段英文也是介绍了 刚刚我跟大家这个传达的意思 就是去灵活的设计 这张图就是这上面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东西 好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那么这一课你了解了 我们将学习一个新的这个UI空间 Fragment 它是干什么的 它就是为了解决这种 在不同屏幕 不同大小上面去 一种UI布局优化代码重用的一个部件 它将多个将一个Activity拆分成不同小的单元 这个小的单元里面去定义不同的自己的UI 最后把它们组合一起 和这个包含他们的Activity共同工作 那我们下节课来具体讲解Fragment的使用